自然 狗狗 自然 狗狗 自然 狗狗 水潺潺 狗狗狗 狗狗狗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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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蝉 灿火 熊熊 狗狗狗 生大道 狗狗狗 生大道 狗狗狗 生大道 生大道 小不方 浮现终英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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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蝉蝉 不从从 金蝉蝉蝉熊熊 不欢欢声大道 吐宽宽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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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浮现中 金蝉 是 世上的事 有很多 都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母妃 王刚初见跟姬上尉扎门 现在朝廷已经多次派兵去攻打 还要只是担心表哥和众兄弟们的安危啊 承儿 你长大了 你有自己的主见 我和父王不是不明白 可是生在北平府 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呀 你想一想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和翔马有来往 那我们北平府的老老少少 大大小小 那可就 我和父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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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看 是你了 贤弟 哥哥有事想求 这边说吧 王爷有令 除了王爷王妃 其他人不得探视 二位兄弟 我等 是来陪少保下棋解闷的 又不做别的 这是王爷军令 请二位大人回去吧 参见王妃娘娘 免了吧 启禀王妃娘娘 我们知道少保一个人在屋里头闷得慌 所以我等过来陪少保下棋捡闷 谁知道他们不让进 你们怎么知道我想下棋了呢 进来吧 请 他们都是自己人 请他们进来吧 请 启禀娘娘 可是王爷吩咐过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怪罪你们的 请吧 还好有你们陪我 要不然 我就闷死了 你们俩平时跟承儿的关系比较好 多劝劝他 别老是跟王爷过不去 是 母妃放心 我们会好好劝她的 好吧 那你们在这玩吧 我先走了 孩儿恭送母妃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恭送王妃娘娘 免了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 想我了 看你阵神打扮真差劲 刚刚母妃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要不是有军物 我再不会来 贤弟 事态紧急 先话少说吧 靠山王阳麟 在麒麟山下摆下了一字长蛇阵 君士说只有你能破此阵 因此特派我跟盈盈姑娘一起下山 迎请你回瓦岗 助我们破阵哪 不是 我不想帮你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 我连这屋的房门半步都踏不出去 要是让我爹知道我离开了北平王府 他一定会大发勒劲 你爱去不去 说得好听 什么瓦岗的人仗义舒财 替天行道 你也想干分大事业 都是假的 你就想安稳地做你的大随小王爷 做大随的看门狗 你今天怎么了 吃了炮仗吗 你 你跟我喊什么 谁要你来的 瓦岗 咱们说话小声一点 门外还有视频呢 别让他们听见 哼 贤弟有所不知 前日二贤装被抄家 善家只剩下上姑娘和我哥 还有一个从道口上救下来的女娃娃 其他人都死了 善姑娘情绪不稳 二哥他们 就是因为害怕她不稳定 所以好不容易才劝她下山 更为一气请你上山哪 觉得如此 对了 这可是军师交给我的锦囊 他跟我说 万一你脱不了身 便打开来看看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贤弟 去劝劝盈盈吧 盈盈 刚刚是我不好 不敢当罗绍宝 你是小王爷 我是女响马 咱们本来就是两路人 以后你想怎么做就这么做 我绝对不会干涉 反正我口袭已经带到了 以后我们 再无瓜葛 王大哥 你和盈益先回去 但要过了父王母妃之一关 马上去瓦钢找你们 险地保重 告辞了 你和爷爷先回去 皇上想要发运河 这可是天大事 可不是嘛 谁要是办成了 大海捞枝是个早明的 看看 别来了 这不是李密吗 是李密啊 这是李密啊 他怎么来了 他怎么来了 这李密 这肩膀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李密可是个奇人 你别看他穿成这样 以前在宫中任职的时候 皇上一看就是反骨 把他给撤了 就有这样的事 那后来呢 后来就以放牛卫生 对了 他还替人写信呢 我听说 他放牛和别人不一样 是啊 什么 不一样 他放牛怎么放 他牛角上挂着一串书呢 他真结了 他真结了 什么孙子兵法水晶之类 他真结了 带我去见顾大人 什么眼睛 谁都往府里带 一个臭教花子都敢接我的网 知道戏弄我什么后果吗 臣我没发火之前自己滚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果我真的走了 天下还有何人 您终于完成如此大业 不走是吧 没人 放狗 不走 庄氏 请留步 多多得罪 不要见怪 敢问庄氏高兴大平 在下礼命 此事若能办成 你我皆可升官 荣华富贵 保你想之不尽 请将军放心 李密做事不畏求财 此事若进托于我 必将顺利完成大任 绝不会有半点纰漏 好 不过你要谨记 皇上给你的工期只有三个月 以后你就住我府上 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这工事进程 我就交给你了 李密必当竭尽所能 是 只能能够 是 可以 不愿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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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王爷 夫人 何事如此着急 诚儿她 她突然染上了恶疾 脸上长满了水针 你 你快跟我看看去吧 诚儿甚至一想和你 为何能染上如此蛮疾啊 是啊 她从小到达 从来就没掌握水针 夫人 节目着急 我问你 请过大夫没有 公姐已经去请了 好 走 一块去看看 诚儿 快 王爷 王爷 诚儿 大夫 来 借一步说话 大夫 诚儿所患何症啊 诚儿 回王爷 少保生的是水针 还有点头疼脑热的症状 那病情严不严重啊 病无大碍 只是让她服点药 把体内的热散出去 再让她静养一个月就好了 就是最怕受风 那 那诚儿这张脸 她的脸确实有碍观瞻 诚风更容易受寒 盖上纱巾就好了 你怎么样了 你一定要把诚儿给治好 夫人 放心 没有大事 没有大事的 王爷 小人先去煎药了 好 我陪你一块去 好 夫人 咱们也回壁吧 让诚儿好好的敬仰敬仰 走吧 好 张公你 在 好生伺候少保 是 来 待会 走 走了吗 走了 少保 快 少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切可按计划行事 少保 少保 那你快点去吧 不行 我爹要是他现在你们不在 马上就会知道我的行踪 你们要留在北宫 去我马虎夫 一定要瞒过父王和母妃 放心吧 少保 走吧 走 王妃娘娘 王妃娘娘 别惭了 做娘的 怎么会不认得自己的儿子 母妃啊 我早就猜到你们几个装神怒鬼的 说吧 这次要溜到哪儿去啊 我呢 就是出来透透气啊 说实话 是不是跟你表哥有关 正是如此 娃刚有难 杨林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十分凶险 表哥他们无计可施 现在只有我能帮他们 您说我能不去吗 是 事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去吧 你父王那儿 我替你躺着 多谢母妃 不过我有个要求 把裸玺带上 我可以放心一点 母妃 我 我 不许说不 要不我不帮你 好吧 破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破阵以后马上就回来 千万不要让你父王知道 如果让他知道了你去瓦康山破阵 非凡地杀了我们可 放心吧 这些事我一定不会让人知道 到了哪儿 想你表哥和救命更好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去吧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这个图是你绘的 回向爷的确是卑之所绘 把马树牢竟敢拿进西到扬州的河岛工程来铺弄本相国 走 未了 想爷 这怎么会 你自己看看 这倒是黎秘干的好事 想爷息怒 我马上找到算账去 等一等 把这个图留下 我另有他用 是 想爷 走 走 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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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走 若是再大辛苦 肯定会天下大败的 这宫城图 是宇文化籍打算献给皇上的 上面标明着 运河走向和河流走向 一目了然 此惠图之人并非池中入 说不定能为我们所用 你看 这宫城开挖之处不在长安 而在近西一带 此人明知道皇上下旨 说宫城开挖之处必须在长安 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可见此人的胆量 并非一般人所有 而且这条运河 缝山不全绕 缝水不全通 而是将主线横跟于南北方向 可见此人颇为自傲 又极具野心 如此看来 此人非同小可的 是时候 赵他到宫里来见一见了 不许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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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时候 是 我 我的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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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看错 这里应该是皇后的寝宫 你是萧皇 聪明 本宫请你来 慢 我李秘是被俘之词 何言一个寝字 这可不像是皇后娘娘的待客之道 果然有胆识 也不枉本宫看重你 那我就长话短说 本宫想将你纳为寄用 我李秘不过是一介区区草原 又有何德何能 能被皇后的凤言所请 本宫已经看过你所绘的水利工程图了 原来如此 可皇后娘娘又怎么肯定 我一定会答应你 麻疏谋只不过是一介鼠辈 你若只跟着他 就算你有雄才大略 也得不到发挥 而且我也能看得出 你是绝对不会满足 只做一个小小的官吏 我不当官 又能干什么呢 你的报复说出来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过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肯为本宫做事 你想要的 本宫一定能够给你 我怎么才能信你 你仔细想想 本宫可是皇上身边最亲近的人 本宫想扶持谁 那那个人肯定是脚踏金靴 平步青云 你已经引进那么多年了 不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吗 皇后果然洞悉一切 那你要我怎么做 这里有半块玉佩 你拿着 以后遇到拿另外半块玉佩的人 你便知道是本宫派去的 你要对他言听计从 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只要你做得好 本宫是不会亏待你的 那李秘以后 就要仰仗萧皇后了 因此 朔铭 这次是不炫的 他想要是不炫着儿子 有什么炫耀的 我从小时有没有炫耀的 你不炫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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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我炫耀的 你不炫耀的 你不炫耀了 我炫耀的 你不炫耀的 驾 公子 请 店家 客官 哪间那住店呢 住店 好的 给我来两间宽壮点的上房 一定要清静 好的 小店有一个西跨院 有两间北房 一间南房 刚才有个老人家就一个人 一号清静 住了南房 有两间北房我带你去看看 等等 我家公子住过了南房 你让老人家搬到北房去住 没这个规矩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我家公子一定要住南房 我是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 店家 老人家有何吩咐 好了 别吵了 这间南房 我让给他了 你先住下那儿 不能让 他要是再不讲道理 我让他到别处去住 谁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是诚心让的 一是为了聊你们之间的事 二是也能让你多挣几个钱 不好吗 喝气生菜 老人家您太好了 待会儿我帮你搬 小二 来了 帮老人家搬东西 好嘞 小伙子 你今天算是碰到好人了 既然老人家要一搬 你就到南房去住吧 怎么回事 这位爷为了一间南房 把人家已经住下的老人家 赶到了北房 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 你这是长什么事 欺什么人 公子住过了南房 小的就一定要定到南房 麻烦你跟老人家说一下 他还住南房 我们住北房 没那规矩 公子一看就是个懂道理的人 不必了 老人家既然让出去了 就不用麻烦人家再搬回来了 您还是住南房吧 这怎么能行 搬都搬了 来 我带你过去 公子 请 你还愣着干吗 公子请 公子有什么事尽快吩咐 这是我们那儿的土特产口馍 麻烦你帮我转交给北屋的老馍 就当是我对他承让的感激之情 公子 你太客气了 行 你的心意我一定带到 老大爷 这是南屋的公子给您送来的口馍 我说是感谢你让屋给他住 这让让房算是吧 还送礼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位公子跟他底下的人可是不同 一看就是个懂礼数的 殿家 这样 你啊 把这个辅助给公子送去 全当是回京 一会儿让店里给坐坐 让公子下酒 老大爷 你们可真是客气对客气 我再跑一趟 公子 老人家给你的辅助 这怎么又送回来了 本公子从来不欠人情 把这个帮我送过去 这是我们家乡民场 月圣斋的酱牛肉 好好好 把这秘菊给他 把这秘菊给他 公子这是老人家给您的秘菊 小东山百里 公子的大百里 公子的大百里 给你了 我这儿啊 终于是绝底了 什么也没有了 总算是没有了 我这儿腿都跑细了 殿家 你啊 去给公子捎个话 就说 我一会儿亲自去拜访你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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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老爷子真让你绝了底了 实在是没东西送了 让我替他道个谢 说待会儿啊 还要来这屋拜访您呢 哪有长辈拜访晚辈的道理 你带路 我去拜访他 老先生 老先生 老大爷 南方的公子来看望您了 老伯多谢礼让 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公子里面请坐 公子请 请 请 公子请 公子你这是打何处来去往何地啊 我从北平府来周遥 我这也不知道要去哪儿随处逛逛 那你可太危险了 从这里往南五六十里有一座瓦岗山 那里反了一帮响马 他们妖言惑众 还成立一个什么大卫国 靠山王阳林正率兵十万 要剿灭瓦岗 竟有此事 看来我不能往南去了 看来我不能往南去了 来 对了 你刚才说你从北平府来 正是 我给你打听个人 有一个人姓罗明毅 自表眼钞你可认识 正是家父 原来是我儿道了 我儿如此失礼 承儿 我是你义父丁颜平啊 原来是父王口中经常提到的丁老将军 久闻却肃未谋面 义父在上 受承儿一拜 承儿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真是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呀 你不知道吧 你这姓名当中的成字 还是我给你起的 那都是二十二年前的事吧 难怪你我相见不相识呢 承儿你我真是有缘哪 是啊义父 今天义父高兴 来咱们接着喝 义父请 来 义父 义父 我听父王说 您早已辞官隐居远景 可您这是要去哪儿 你要问我啊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寡冈山出了一帮反贼吗 靠山王阳林 请我去给他助阵 让我把阵上了齐灵山的 一字长蛇绝命阵 原来守阵的是义父 公阵的是我这个义子 还好碰上了 否则不堪神祥 义父 您刚说 您要去齐灵山出阵 可是 您现在年纪这么大 上了战场 这也是没办法啊 杨林跟我是金兰之旧 他请我 我岂不拒绝 不过 你看一副老了 要占几个毛贼草寇 我还是绰绰有余的 颜颜 颜颜 俗话说呢 不知者不怪 罗绍宝其实并无恶意 更何况 他还答应帮咱们破一字长蛇阵 你不该迁怒于他的 王大哥 你无须多言 若是换了其他的大随王公子弟 我早就一刀取他的性命了 颜颜 其实这大随的王孙贵族吧 也不是个个都该杀的 别抢我 拿过来 拿过来 别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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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身份 我来吧 别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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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来 吃菜 对了 义父 听家父说您擅长使双枪 我们家的单枪最怕您的双枪 我想知道这双枪 到底是有破还是没破 这天下的招式没有破不了的 这武功招式就像一层窗户纸 那一捅就破 这双枪也没什么奥妙 但是我不说你就永远不会懂 承儿 为父你是风中的竹 挖上了双枪 咱们父子俩一旦赶上 再要相见 恐怕就难了 今天为父高兴 我就在这参桌前 告诉你破解之法 万万不可 义父之绝学乃毕生修炼而成 承儿不敢轻易受伤 话不能这么说 你义父膝下并无亲生儿女 难道你让义父百年之后 把这枪法带到棺材里就不成 来 你拿起支筷子就好比是单枪 我这儿好比是双枪 要远就烦 我来问你 你遇到是双枪的 是先出手还是后出手 先动手就一枪 承儿自然先出手 错了 但凡是双枪的 就不怕你先出手 如果你先出手的话 那就必死无疑 不信 你试试看 来 把他捡起来 这以后你要记住 烹着是双枪枪的 一定不要先出手 不管他是双龙探海 取你的两额 还是他出瓶杆 取你的左右两肋 他的马到了 你的马也赶快跟上 人界马力 啪啪 这么左右一分 一打二拨三瓶杆 就挑了 果然如义部所说 这窗户纸一统就破 承儿明白了 以后你再遇这使双枪的 那你就不会吃亏了 义父 不 承儿 今日有缘伺候义父 以后有事 您要尽管吩咐 咱俩谁跟谁啊 对了 义父 您刚刚说您要去守镇 这伊字长蛇绝命镇 就能把那瓦钢债给灭了 有这么神吗 义父 您知道吗 承儿自小 就喜欢这排兵部镇 家父说此镇神仙难破 您看今天好不容易相见 可不可以告诉承儿 这此镇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长蛇镇 顾名思义 就是猎镇如蛇形 那我来问你 这蛇一般如何攻击人呢 用牙咬 用身蝉 用口吞 不愧是我丁严平的义子 一点就透 你来看 这镇正如你所说 分为咬 缠 跨 三字诀 这咬字诀正是牙镇手的为父 为父不才 我这双肩枪天地下还没几人能破 若是遇到普通的猪将 我这蛇咬双枪定能取他的性命 你连着废话 你连着废话 才赢得来 轰火 看尽了悬腾 就学会了静默 捨棄著幻雲 才飄下了積勒 春夜的西雲 秋日的方的 人心的繁華 唯美的搖著 無情的天道 有緣有緣的巧合 瞬間的景彩 千古的拼收 贏家伴駐禮 快一畫漸作 往後對紅顏 談笑說青澀 往十月千年 孤過的風中 风梨花蝴蝶 飞坐长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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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坐长安课